民进党当局呢 他自己明明没有那个能力 去搞所谓的抗中 可是他仍然要不自量力 自从蔡英文在他下台前呢 还硬是把这个原本缩短为 只有四个月的兵役延长为一年 我觉得稍微比较有点见识的人 马上会想到 那你就是把我们当炮灰嘛 尤其现在不只是兵役延长 包括你当完兵以后呢 退了五还要被抓回去 叫招教育着急的这个强度 以及时间也通通都加长加强 所以这个都会让很多年轩 开始忐忑不安 那么再加上最主要就是 你看到现在民进党 他执政了满了八年 赖金德继续 然后最新的520讲话 又是完完全全 他一点都没有想要说 去把情势降低啦 他还加码演出 所以这个对很多年轩来说 就会越来越担忧说 最后变成真的打仗 那我们要去为台独的这个 错误的路线 这些政客 他们在那里呢 讲得很嗨 然后最终上战场的是我们啊 所以这个当然越来越多年轻人 他会有所这个忐忑啦 或者排斥啦 所以我想这个都是造成 现在你看到军中非常不安 尤其是逃兵潮出现的 一个主要的原因 币人间的性格 就完成了 很多年轻人的 没有人们都没有